难道无数孩子的一道解方程教大家一招 再难都会用整体代入法 首先不管会不会都不要忘了这个解字啊 有加法有减法又有除法 咱们呢先算除法 但是呢这里还有未知数呀 所以咱们把这一块呢给它看作是一个整体 你想60减多少会等于52呢 60减8等于52 那这个8是怎么得来的呀 它是由60减52等于8 接下来再把这个整体给抄下来 好嘞接下来看有小括号又有除法 那就先算小括号 所以咱们把这个x加3这一个呢 看作是一个整体 你想谁除以2会等于8呢 16除以2等于8 那这个16怎么得来的呢 它是由8乘2 2816 接下来再把这个整体给抄下来 好嘞到这 你就要想了 谁加3会等于16呢 13加3等于16 那这么这个13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由16减3等于13 最后呢把x给抄下来 这就解决了 这样的方法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有收获的话 就给老师一个免费的小星星 顺便关注一下吧 谢谢您呢 但是